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面色淡淡 皮肤干燥 经常出现疲惫感 干什么都感觉浑身无力 那么你也是气血不足的现象 中医上讲 人气血不足 同时也是脾胃虚弱 这时候你在进补上面提到过的食物 非但没有起到补气血的作用 反而还不容易消化吸收 导致肥胖 那怎么可以更好的 补充气血呢 今天就要大家三个补气血法 补气血方一 食用黄瀚黄瀚的营养十分丰富 尤其重要的是黄瀚中含有丰富的软磷脂 远磷脂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自身的记忆力 认知能力 还可以帮助我们瘦所的脑细胞进行修复 对于老年人来说 是个不错的选择呢 对于气血不足的人群来说 可以很好地起到补气血作用 早在过去 人们也意识到了这点 据《本草纲目》中记载 黄瀚具有补气 杨瀚 驱风湿等功效 平时在家的时候 自己炖上黄瀚 适量的吃些也不实为一个好的选择吧 补气血方二 食用黄瀚 枸杞气血不足的时候 每天可以用少许的黄瀚 枸杞泡水喝 或者是用这两味食材煮粥喝 黄瀚在补气上会有很好的疗效 而枸杞富含大量的维生素A 胡萝卜素 铁元素等 胡萝卜素能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 可以起到明目补血的功效 补气血方三 疏头每天早上我们起来都是要疏头的 这个很好 疏头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血液的循环 平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梳梳头 但梳头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要梳遍头发的每个角落 这样就可以把头上的血液梳到 能够很好的促进血液的流动 作者介绍 彭新瑞 国家三级公共营养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